民進黨正副總統參選人 賴清德與蕭美琴掛在胸上的貓狗徽章 不少民眾紛紛敲碗已久 日前在臺北開賣 馬上秒殺 緊急授權各地總部可以自行映制 而今天在高雄是率先在中午十二點開賣 可以看到賴清德競選總部門口 已經有許多民眾排隊等候 甚至有民眾凌晨兩點就來排隊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你兩點就來 我走到這裡來 這樣喔 那晚上睡不著了 兩點就睡不著了 想說走的我買不著了 所以要早來 我幫我們顧問了 不少民眾紛紛提前一到兩個小時 來到現場排隊 甚至還有中南部的朋友 特地來到高雄搶先排隊購買徽章 十二點開賣限量五百套貓狗徽章 瞬間在二十分鐘內銷售一空 每個人還只能買三組 而賴清德競選總部也表示 後續會推出特別版 而這次的貓狗Q版徽章也意外引發話題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